狐狸貓今天在家裡替玫瑰換水的時候 發現弟弟不小心把紅墨水倒進花瓶裡面了 這件花瓶裡被暈染開的水 也將白玫瑰的花瓣染成一絲絲的紅色 狐狸貓相當驚訝 邀請小樹蛙一起前來觀賞這個大發現 小樹蛙拿起玫瑰花的枝條一看 發現花瓶裡的紅墨水是順著玫瑰花的枝條 也就是玫瑰花的筋向上運送到花瓣上的 小樹蛙歪頭想了一想 新鮮的玫瑰花枝泡進水裡 是為了讓玫瑰鮮花延續花朵的樣貌而不枯萎 要維持鮮花的樣貌 就需要將花瓶裡的水運送到花瓣上 而且仔細一看還可以觀察到 紅墨水在花瓣上所運染出的紅絲 它們的源頭都來自花餅 於是他們好奇的想 只有白玫瑰會有這種現象嗎 如果把植物的其他器官 例如葉、種子、果實 這些植物的部位放到紅墨水裡面 也會有相同的現象嗎 狐狸貓想到植物為了維持生命 體內應該有負責運輸水分的管道 將植物吸收的水分往上運輸吧 小時候種植綠豆鴨的時候 只需要澆水 綠豆就可以向上生長 所以植物體內一定有可以運輸水分 供給全身發展的管道吧 沒錯 植物體內專門運送水分的管道 我們稱它為尾管樹 今天就讓我們一起來觀察植物 運送水分的管道 維管樹吧 狐狸貓提議 我們可以將植物的不同部位 放進紅墨水裡 觀察植物吸收紅墨水的結果 看看是不是和玫瑰一樣 若是紅色墨水 可以沿著植物體內向上運送 我們應該可以借著紅墨水的軌跡 看到這條通道 狐狸貓從冰箱裡找出西洋芹 小樹蛙建議 將西洋芹的葉餅切成一小段 將下端浸泡到紅墨水中 看看西洋芹會有什麼變化 狐狸貓邊等待邊好奇的想 等一下看到的是整塊西洋芹都變成紅色呢 還是會有什麼不一樣的變化 一段時間後 狐狸貓將西洋芹橫切成薄片 放在解剖顯微鏡下觀察 他驚訝地發現 西洋芹不是整個都變成紅色 而是看到有好幾個紅色圓點 那這些圓點就是運送水分的構造嗎 接著狐狸貓又將西洋芹重切觀察 再次感到非常的驚奇 可以清楚地看到金的重切面 有一絲一絲紅色的線條 就像是有一條一條的通道 來運輸水分一樣 沒錯 紅墨水就是沿著葉餅內 一條一條的路線行進 這些正是植物體運送水分的管道 而這根狐狸貓 與小樹蛙原本所推想的結果 剛好吻合 透過玫瑰花吸收紅墨水的事件 我們發現啊 這個用來運送水分 叫做圍管樹的通道 連接了植物的金 再一路連接到花朵 那果實呢 圍管樹也會連接到果實上嗎 關於這個問題啊 我們要邀請你 一起來觀察果實內圍管樹的分布 大家常吃的水果 例如香蕉、橘子 它們都是植物的果實喔 我們在剝橘子的時候 可以看到橘瓣上 有非常多的白絲 如果細細觀察會發現 這些白絲的主要的發源地 是橘子果餅和果實的著身部位 在每個橘瓣平坦的背面 都有一條粗大的橘落和果餅相連 相鄰的橘瓣上 也有將兩瓣串在一起的白絲 而白色絲線上 還會連著橘子的種子 如果把橘子皮疊同白絲 泡在紅墨水中 會發現紅墨水沿著白絲 往橘瓣的方向移動 這些白絲正是植物體內 負責運輸的尾管樹 橘子果實正是因為有了 這些網狀的物質運輸管道 才能將根部吸收進來的水分 以及葉子型光合作用製造的葡萄糖 運送到橘子的果實內 同時儲存水分 糖 和果酸 這也造就了橘子酸甜多汁的口感哦 我們生活中常見的菜瓜布 是老化的絲瓜 金太陽曬乾後裁剪而成 這些絲狀構造 正是絲瓜果實中的尾管樹 小樹蛙這個時候突然想起 美勞克做的葉脈書籤 可以明顯的看出葉片的主要葉脈 與細微分支 這些應該也是葉片中 運送植物水分的尾管樹吧 沒錯 葉子的葉脈 其實就是葉子的尾管樹哦 好啦 觀察了植物體在紅墨水 靜置一段時間後的變化 以及將它橫切或縱切 切開後看到的樣子 橫切是點狀 縱切是線狀 我們將所有觀察到的重點 統整一下 一 植物體內有上下相連 貫穿全身 運送水分的構造 二 這些運輸水分的構造 遍布於根 金 葉 花 果實 和種子當中 同學們想一想 植物體內 運送光合作用製造的養分 的構造在哪裡呢 是和水分共用同一個構造嗎 還是有養分專屬的運輸構造呢 下一個單元中我們將會繼續介紹哦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順便